欢迎收看佛法一百问 开见法师主讲 各位菩萨大家慈悲阿弥陀佛 今天佛法一百问要回答的是第二十一问 家里供奉的佛像需要开光吗 各位菩萨我们要知道 开光是一种仪式 代表的是一种开始 以民间的信仰来说 家里拜的大多是神灵 所以会请一些特殊人士来家里安神位 请神明进来住 他们担心如果不开光 进来住的不是神明 可能是一些鬼道的众生 那这样就糟糕了 万一拜的是妖魔鬼怪的话 到时候不但家里不平安 还可能搞得鸡犬不宁呢 还有人说 如果不开光里面就没有神佛了 怎么拜都不会感应 更不会保佑家里平安了 以佛教来说就不是这样的意思了 一般在寺院里要为新造的佛像举行 齐请的仪式 就像现在讲的开幕仪式 说明造佛像的理由 用意供养要如理如法 真诚恭敬 效法佛陀 学习佛陀的行仪 这叫开光 是佛像开人的智慧 得能之光 不是人去开佛的光 假如佛像必须给人开光才灵 那他给观世音菩萨开光加持 观世音菩萨才灵 不给开光就不灵 哇 如果这样啊 那这个人比观世音菩萨更加神通广大 那我建议你可能直接拜那个人比较感应 各位菩萨啊 我们呢是要借着佛菩萨形象 启发我们自信的光明 所以不是人给佛菩萨开光 是佛菩萨在给我们开光啊 但是呢偏偏有些人啊 不开光就不安心 所以呢 师父这里常常有人请了佛像来 指明呢要开光 真是吓死我了 我怎么开啊 我呢会请他们把佛像留下 过些时候呢再来拿 这当中呢我把佛像请到佛桌上 让每个来的人呢恭恭敬敬的礼拜 如果当中有碰到法会或是供修更好 因为还会在佛菩萨面前恭送好几布经呢 借由我们恭敬礼拜供养的心 能够为这尊佛像种下一个好阴好园 让这供养的人请回去也能恭敬的供养着 如果啊这些人知道我是这样 这么方式来开光的啊 下次大概不会再拿佛像来请师父开光了 所以呢 供奉佛像重点不在于有没有开光 而是借由礼敬佛像 如同见到佛 能够提醒自己修德修会 断除烦恼习气 供奉观世音菩萨学习着观音的悲心 供奉着地藏菩萨就学着地藏的大愿心 将佛菩萨的教诲落实于日常生活之中 使人真正受益 自然得诸佛菩萨慈悲护佑 这个才是供奉佛像的真正意义 好 今天就为大家回答到这儿 祝福各位阿弥陀佛